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多名现任和前任立法会议员 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与5月8日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会议冲突事件有关 警方表示5月8日下午接获立法会被输出报案 说有人在立法会1号会议室会议期间作出扰乱秩序行为 经过深入调查和咨询律政司法律意见之后 拘捕陆南一旅 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有关藐视罪和干预立法会人员罪 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上年到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经历半年 未能选出主席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咨询法律意见之后 当日改由内会时任主席李慧琼主持会议 期间建制派和民主派议员多次冲突 胡志伟试图走近主席台被保安阻止 朱凯迪就企图爬上墙跨过保安人墙 尹兆堅和何君尧拉扯 秩序非常混乱 我希望大家尽快返回座位 陈志全多次试图冲过保安防线 他和朱凯迪之后被保安抬出会议室 王碧云、张超雄亦都被逐离场 张超雄座李郭敏健在公众席上 并且抛低施难的议事规则 有保安试图将他拉走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确声明强烈谴责政府 濫捕打压立法会议员和市民抗争权利 促请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7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据了解当中有本地源头不明个案 是相隔一日之后再出现源头不明病例 卫生防护中心下午有记者会讲述情况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劳宠茂说 如果要本港经济回复 应该用零病人作为目标 又批评政府在处理有症状患者的时候多脱流 本港疫情虽然逐步缓和 但仍然持续有确诊个案出现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劳宠茂批评 政府在处理有症状的患者时 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他又不认同社会要和病毒共存的说法 应该移清零即是零病人作为目标 病毒和我们是势不良辣的 我不会和它共存的 内地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是真的可以做到清零的 希望大家真的用点心机去做到这件事 然后我们的经济才可以开到 至于因为疫情未能够反港 住在广东省的医管局病人 政府计划补助他们到港大深圳医院覆诊 盧宠茂说预计今个月初公布细节 全国政协常委 医管局前主席胡定玉就说 本港现在不和内地通关 经济会有很大影响 并需要妨碍开内 尤其由高危地区抵港的人士 必须严格控制 但同时要和内地接赏 先有助本港经济复苏 母亲电视机者陈茂斯报道 旅游业要求政府再支援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任何生意不能长期靠政府补贴 会用加快通关等方式协助 又透露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 今个月中开始订相关航班 月底成行 近期有旅行社要求全体员工停身留职 业界预料年底或有6000至8000人比赛 要求政府进一步支援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未计補作业计划 当局已透过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等等 支援业界超过20亿 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倚靠立商 补贴作为长期支援 所以第二方面来说 有任何方式令到经营有空间 例如本地有 他们应不应该期望 政府会有第四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应该大家去把握 现在做好的 就是 头那几个月里面 我们给到他们的支援 我想那个令到很多业界 能够继续坚持着这个情况 除了本地游 有唐华说 也会加快和内地通关 协助业界生存 但通关到现在仍然未有进展 加上临近冬季 第四波疫情随时来 通关的机会是否越来越渺茫 老实说 没有人知道一个绝对的答案 外围其实现在是一个高峰期 冬天也是危险增加的 但是如果做好自己的防疫 或者是测检的时候 可不可以在 就算在两个高峰中间 可能都有一些空间 如果能够做到全民检测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是种种原因 未能够完全做到100%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方法都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呢 他又说会继续推动旅游气泡 透露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 最快今个月中 通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推出相关航班 月底成行 初期每日至少有一班传记 无线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 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